前政務司司司長許氏仁的新地管理層涉貪案 許氏仁繼續作供 他說2007年收到一筆1100萬款項 相信是來自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輝 否認是恐慌所指國事兄弟給他 譚醫和報導 許氏仁繼續自辯 反駁控方說他在2007年底 透過迂迴途徑收了新地1100萬元的指控 許氏仁說 2007年3月同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輝會面 對方想還留他繼續做政務司司長 但他以工資不夠用而拒絕 因為每月交租已要20萬 做了兩年政務司司長又很辛苦 許氏仁引述廖輝當時勸他 你個人不要那麼大洗 省下節制下 又說過或者夠錢洗就可以做多陣 但許氏仁回應說主任真是不可能 許氏仁又說廖輝當時提出協助他處理財政 但他不知道會怎樣幫 認為廖輝只是表達關懷 在2007年11月案中第五被告關鴻生對他說 北京有人要給一筆錢他 他覺得奇怪 所以追問關鴻生資金來源 但對方拒絕披露 反而問他那你要不要 許氏仁說既然資金來自內地 他不是政務司司長 是行會非官首成員 覺得與香港事務無關 所以接受 許氏仁說到2008年3月去北京出席兩會 在一個港澳辦舉辦的宴會上廖輝拉到他去一邊 說我現在幫了你 你不要那麼大洗了 之後就走開了 許氏仁說原本想追問怎樣幫 但覺得廖輝是國家領導人 想他知道的就會說 最後都沒有問到 至於為什麼沒有申報 許氏仁說 不錢來自中央 不是香港事務 不覺得有需要 NOW TV記者 譚以和報導